Hello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首先感谢收看 我刚刚出去了买了鱼条 鱼和薯条 英国的鱼和薯条呢一般都是这样 用这个袋子装着 也有用以前呢就说是用报纸的 后来呢报纸有说有签呀 就换成这种袋子了 我去的我朋友家 这里的外卖店的老板都 我跟他们基本上都吃过 都是朋友 但是这家呢我是经常 因为去了很多年 就是以后再换朋友 也轮着买的 他家呢就是 他家的主人 就是我说的这香港老板 我跟他们都是朋友的 这样的这样子 他家就是开了好多好多年 你要是没吃过鱼条 Fish and the Chips 你就不能说你吃过英国的饭 没有那么难吃啊 很好吃啊 Very very nice Fish and the Chips 一般是这样子的 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我每一次点这个Fish and the Chips 不要被打你们不要被吓到 我其实不是猪 我没有那么胖 我小的时候很胖 我现在没那么胖了 OK 他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油 你看因为有挺多的油嘛 所以才这样 你看鱼 两个鱼 我洗过手了 我的爪子很干净的 不用担心 干净的两只爪子 去抓鱼 No 好香好脆啊 你看因为它有很多油嘛 所以这家卖卖店呢 就把 就装了两层的纸 然后再下一层的纸呢 打开看一下 一般就是Chips 你现在你要像鱼条 蔬仔店 蔬仔店这样的呢 它英国的一般就是 厚厚的这个样的薯条 我现在把它放到 我的盘子上 再一个呢 我要是吃鱼条的时候呢 我还必须要吃 Savalloy 可好吃呢 Savalloy像不像 中国大陆的红肠 同学们有没有吃过 反正六七十年代人出生 应该有吃过 像我这样 红肠黑肠 都特别特别的好吃 然后呢 把这个 倒到这个里边 进去吧 进去吧 你们 哇 Oh my God Oh my God 实在是太好吃了 玩上去就香香的味道 哇 好好吃哦 好好吃哦 真的很棒很棒的 OK 然后呢 我还特别爱喝苏打水 如果你爱喝苏打水的同学呢 你就可以买一个 soda machine 自己在家做 因为你在超市买苏打水 它就是一些泡泡呗 你经常喝的话 我觉得还是自己 买个机器比较划算 然后呢 它就是这样 倒这个线的时候呢 因为是 它说是三次 就这样想上三次 但是我呢 想上两次就够了 然后呢 给大家介绍这个呢 是我特别爱喝的 这个叫 Pomegranate 石榴和 Elder Flower Elder Flower 就是英国的一种花 据说可以做啤酒 什么花我还没见过 我说在路上也有 但是大家不要乱采 因为 不知道的东西 尽量还是不要乱动的 好处 从超市买 但是这个呢 大家在超市买的时候 注意哈 一定要买这个 我看看在哪 Caudial在哪 哦 一定要买Caudial 它还有一种呢 就是给你兑好的 给你兑好的 你看一磅五一瓶 或两瓶 这么一下子就喝没了 我一晚上 我一晚上就能喝这么多 你买的这个Caudial 就是浓缩的 像果汁一样 待会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去拿杯子 然后拿着杯子呢 就是因为被我喝的 差不多了这个 就给它倒上 一般呢 我就是倒 这么多 还剩下一点 剩下一点 接着喝 我还有另外一瓶 把它拿下来 这个是Soda Ma生 它里边有一个 有一个Cylinder 就和罐子似的 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要三个 我觉得两个就够 够气泡的了 你看两个气泡 是不是就很多了 我知道喝这些东西 对牙齿不好 所以你尽量呢 喝的时候呢 用吸管 像什么可乐呀 这些带泡泡的东西呢 就尽量用吸管 只要是甜的东西 用吸管 就会保护牙齿一些 然后呢 再把这个鱼条上 撒上盐 它在商店里买的时候 它会问你要不要撒盐 因为我喜欢自己撒 所以我就回来自己撒 这老板娘刚从香港回来 我很高兴见到他们 我喜欢跟他们说话 OK 我一般呢 就是撒盐 你喜欢醋的呢 一般要买这个 叫Matte Vinegar 我不清楚 为什么非要用Matte 这好像是口味不一样吧 撒上这么一点 你不喜欢的 不撒也行 但是这个Savalloy 强烈推荐 先尝一口 Oh my god Oh really nice In heaven In heaven 再撒一点盐 再撒一点盐 不怎么出来 这个孔太小了 这孔太小了 撒到手里 差不多了这样 OK 我们开吃吧 我没注意 还剩下这么一个底儿 我给它都倒上了 不然也是浪费 剩下这么个底儿 算怎么回事 OK 都给它倒上了 记住一定要买 炒 大家 我强烈推荐这个饮料 太好喝了 它还有各种口味的 还有什么Zinger Zinger 还有什么Lemongrass 我都喝过 还有什么 叫Christmas time 那个Hot and Spice 都不如这个好喝 就这款好喝 Pomegranate 和Elder Flower 或者是就买Elder Flower OK Cheers 哇 真好吃啊 然后呢 再放上一点 Tomato ketchup 出来 出来 挤着 我们尝一下 说要拿西瓜 就说英国的主食 最美的食物 一提到英国 就是英国女皇 对吧 再就是Fish and the Chips 真的 我觉得没有那么难吃 非常好吃啊 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然后呢 再喝一口饮料 它这个薯胶 炸的真的很好 你要上麦当劳哪个 就不是这种的 麦当劳的那个特别细 你要是去Burger King 稍微粗一点 一般你去外卖店呀 或者是 它就是这种粗的 这种其实都很好吃 只要是薯条 我都非常喜欢吃 尝一口鱼 哇 它这是Cold Chips 一般是有Cold Chips 还有Head Glender Chips 我觉得都很好吃 这家做的真的 非常非常好吃 建议 强烈建议 大家一定要去尝一尝 你看 非常的酥脆 特别特别酥 特别脆 来 亲爱的 为你吃一口 为你吃一口 真的是英国 必吃的 Fish and Chips 然后呢 还必须再点一个 Savalloy 一个就够了 一个人吃 特别好吃啊 OK 再次感谢观看 一定一定要吃英国的鱼条和酥仔 美味 美味 OK See you next time 下次见 我是大胖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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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